有其他委員要發言? 保安局局長 主席沒有發言 沒有發言 各位提出的代決議題是 保安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便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舉手 反對的請舉手 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 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由於就刪去第五條的修正案已經獲全委會通過 因此第五條已從本條例草案中刪去 付表二 有沒有委員要發言? 保安局局長提出的代決議題是 付表二納入本條例草案 便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反對的請舉手 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付表一 保安局局長 主席我謹動議修正條例草案付表一 相關的修正案已經在較早前發送給各位議員 剛才我在恢復異讀發言答辯的時候 已經就我們建議提出的修正案的理據 去作出詳細介紹 現在讓我就個別的修正案再作簡介 但我不會再重覆剛才已經講過的理據 首先付表一的A項修正 是因應泛委員會的建議 刪除原草案中的第五條的相應修正 B和C項的修正 目的是建議 從釋義及通則條例中刪除原有草案中四項 常用的軍事提說的定義 付表一第八條、第一一九條和第一三二條的修正案 是就領港條例商船防止及控制污染條例 及商船海源條例中的呂皇陛下的船舖 適應化的建議刪除並純粹用於非商業服務的提述 付表一第十四條、第二十條、第四十五條及第六十五條的修正案 是建議保留在入境條例、人事登記規例、公共巴士服務規例 原條文中服役一次提述 及在天星小輪有限公司 付例原條文中當席中一次提述 付表一第六十條的修正案 是建議在簡易程序、次序條例第二十九庫二條中 就英國海軍人員的適應化修正 在條例草案的相關條文加入海軍人員的提述 使之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人員 付表一第七十一庫二條的修正案 是有關軍部通行證的適應化修正的建議 即從有關公安條例第三十一庫六庫M條的適應化條文 刪除或香港駐軍通行證的提述 付表一第128庫三條、第135條、第137庫一條、第137庫二條、第137庫三庫A條、第137庫五庫A條、第137庫六條及第137條的修正案 目的是統一1995年飛航香港航空保安條例及註冊外觀設計條例 原草案中所有關國防大臣或公貿大臣的適應化修正 並建議刪除或其代表或主管當局的提述 統一以中央人民政府替代 上述十八項有關適應化建議的用詞修正案 我得犯委員會的支持 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和通過這項修正案 有沒有委員要發言 吳凱議員 主席 我又是見到這個例子 就是在我們那個男子草案的第八條 就是關於領港條例 就是我們法例第八十四章 那裏就是講這個豁免強制領港 就是當時就是那個 如果你在那個進來這個維多利亞海港 你就一定要那些船隻一定要發力 強制你要有領港的船 但是下面就是以下那些船 就是可以免除強制領港 而其中一項就是屬於 女皇陛下的船舶 那樣子他們現在就說要適應了 都不知道為什麼要豁免的 當時是基於什麼呢 是不是英國的皇室豁免的法規呢 就是如果是基於英國皇室的豁免權的豁免呢 那根據我剛才讀的那些學者的看法呢 就是這個這樣的豁免呢 已經是由於是不符《基本法》 所以就不再是香港的法律一部份 很簡單 因為沒有皇室 何來一個皇室的豁免權呢 那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共和國來的 並不是一個君主的制度 這些這樣的法規不應該繼續存在 所以我們都不太清楚 究竟原本的豁免是基於什麼理由的 但是我們暫時不要理這個 但是我想說的就是主席 有時候有些事情 你根據適應化 他們那個硬斑斑的規矩適應化這樣做 就是好像局長提出 是要作出這樣的修訂的 但是那個效果是非常之壞的 是不符合法例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要把它改成 第一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船舶 或屬於中央人民政府 並純粹用於非商業服務這些船 由於女皇閉下 剛才局長讀了給你聽 根據法律第一章的附件一的第一段裏面 見到女皇閉下 你就要把它變成中央人民政府 因此就是屬於中央人民政府的船 兩樣是駐軍的船 第二就是中央人民政府的船 但是由於中央女皇的船 來得到香港的海港 而可以行使她的突豁免權 不用別人去領港 是很少的 但是你看到華天龍這件案 你就知道中央人民政府的船 是非常之多的 是非常之多 而且是進行商業用途的 華天龍是廣州打撩局 那裏大家都記得烏克蘭的船 撞沉了 於是就跟它有個合約叫它來撩 但是因為船在另外那裏 就有另外一單的生意做著 所以就沒有來 沒有來的時候 那個原告就說要去法庭 申請一個領令 在海事法庭那裏 就扣押這個船隻 華天龍就反對 就說我是一個中央人民政府的船隻 所以是有這個皇室的豁免權 所以香港的法院對我 是沒有司法管轄權的 所以就是你看到這裏 雖然是純用商業服務 但是它仍然都是屬於這個 中央人民政府的船隻 那這些是不是我們需要接納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說是要保留 這個現在原本的草案裏面寫的 中央人民政府並純粹用於非商業用途 那它的效果是對的 但是原則是錯的 那現在你根據這個適應化的原則是對的 嚴格來說 理論上是對的 但是那個效果是非常之差的 所以主席就是為什麼 又一次這個顯示 我們是不應該這樣盲目去做這個適應化的 主席 這個就是領港條例 所以他們又照譯 但是主席 為什麼我一開始的時候 說駐軍法反而是很靠得住 因為如果大家看回駐軍法第七條 我已經早時讀過 它說清楚駐軍的飛行器 艦船等等 它說清楚是什麼東西 是不受扣押 不受檢查 不受你特區的執法人員去干預的 同時呢 還有它就在駐軍法的第十八條那裡 講明香港駐軍和香港駐軍人員 不得以任何形式從事營利性經營活動 所以你可以肯定 如果這個是香港駐軍的船隻 肯定就不是要來做商業的用途 所以如果你純粹說駐軍 你跟駐軍法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自作聰明去這樣改法 那個問題就很大了 所以這個就是相對於第八條 另外就是第五十條 就是這個副表一裡面的第五十條 第五十條就是那個 就是我剛才所講的刑事罪行條例 就是關於叛國等等的事情 主席 我剛才說的時候 就志在指出 你被你這樣適應之後 我們的法例真是斯文掃地 真是運不可解 莫名其妙 有外觀之門 但是我現在想說的 就是不單止這個整個部分 我們都知道 《基本法》二十三條的時候 就要針對於這個 現在等於香港法例的 第二百章裡面第一部分 這些這樣的條文 其實你是應該去一併 是等到那個時候 又整個處理 你就不會有一些這樣的情況出現 但是為什麼這些 那麼畸形的語言 是有問題的呢 主席 或者我現在的桌面上太多紙 但是我都找得到的 那在這裡我們要把它改成什麼呢 我要改成 就是說原本 就是我在說法例第六條 第六條那裡 就是它現在要修改那個 有勸有中國人民解放軍放棄 去職責等等這些這樣的東西 那在英文那裡 那個字是seduce 是seduce 那各位研究英國文學的人 就不會有問題的 因為這些古典的英文 隨處我們都習慣這些東西 見怪不怪 在我們香港的法例裡面 原文就是這樣的 就是英文那裡 我們現在讀第六條 any person who knowingly attempts to seduce any member of Her Majesty's forces from his duty and allegiance to Her Majesty or to incite any such person and so on shall be guilty of an offence 第七條 就是 incitement to disaffection any person who knowingly attempts to seduce any member of Her Majesty's forces from his duty or allegiance to Her Majesty shall be guilty of an offence 這些就是古文字 這些古文字背後 不是沒有意義的 為什麼我們通過殖民地的時候 通過法例第二百章 仍然是用這些字呢 因為那個軍隊 英女王的軍人 和他之間的關係 就是軍人和軍主之間 那個效忠的關係 我不知道和中國人民解放軍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個關係是怎樣 而且用這些字眼 是不是應份的呢 是不是要用別的字眼 才可以更加明確 這樣去表達出來 主席 我們的官員是想都不想的 即是無論我本人覺得 23條是一回什麼事 無論我本人覺得 你23條立法是一回什麼事 我都是尊重法律的 尊重法律 你是要想 那個法律代表的是什麼 它的概念是什麼 那個概念是否正確 表達那個概念的字眼是否正確 但是呢 我們突然間就不理那麼多 亂七八糟 總之呢 就照射進去 將新名詞 就放進去舊名詞 那裡就算數 那麼呢 究竟是可以做到什麼用呢 如果你不去改 你不去做這個適應化的時候 是不是如果有人 就去 是去 煽動 香港駐軍 是造反 我用一些非法律語言 如果我煽動香港駐軍造反 你猜會不會因為你沒有做到這個適應化 因此你就不可以告得不可以呢 當然是不可能 當然你是沒有問題去告 所以你做這些事情 是枉作小人的 是做了這些事情 令到我們法例很難看 但是呢 對實際的用途 對於保衛國家 是一點作用都沒有的 所以主席 我真的覺得這些 特別在這個僑民 我在草案委員會都說過 你別的也好 那些濕碎也好 肉酸也好 但是200張呢 你真的不應該這樣做 主席 其實呢 我講了這幾個例子 我覺得已經很清楚了 我不打算在他那個 他現在的副表一那裡 他有所有改的地方 或者不改的地方 都去發表意見 或者講我的看法出來 但是呢 總括而言 這些是我想特別提出來的例子 給大家去明白 為什麼這個條例 這個條例草案 真是不應該去通過 因為它真是對我們法律專嚴的一種侮辱 我只可以說我是非常非常遺憾 多謝 何秀蘭議員 是 主席 在這個適應化的條例草案裡面 就是確實會有時是關乎一些商業元素的 就是正如剛才我議員所講 就是這個呂皇陛下的船 以前就沒有年夫人號 那就不會有一些打撩的船 是屬於呂皇陛下 但是呢 如果一改了做中央政府的時候 就可以包括廣東省打撩公司那隻船在裡面 於是本來是一個關乎軍事提述 我們理解是防衛用途的法律的修訂 忽然間就會因為這些照搬自過止的時刻 就可能引進了一些商業元素 剛才那個領航條例裡面都可以說 因為那個實質效果都是豁免 就不會在那裏打開門給駐軍去做生意 有些商業元素在那裏 但是主席有時政府呢 他又不是席役的 他又會走去減了一些原有的字眼在那裏 而打開門給解放軍有可能做生意的 我說的就是和這個領港條例 同樣的差響條例 不過他沒有在那裏做修訂 所以我要在這裏提出來 他就在這個軍事用地的適宜那裏 原來的差響條例 那個軍事用地就是說 只由呂皇陛下部隊或基本上成立 作防衛用途 並由總督為施行本條例 而指定的團體或組織所佔用的土地 及其上的建築物 即是有這個防衛用途 這四個字在這裏 這裏就沒有說有英軍還是駐軍這些事情 即是沒有這些字在裏 但是政府怎麽改呢 他就把這個軍事用地裏面 原來的防衛用途是差了 就變成了 只由香港駐軍所佔用的任何土地 及其上的任何建築物 那回到我剛才灰復已讀那時 現在是並非用作防衛用途 但是仍然擁有 仍然是可以拿出來 即是租用出去 給別人做這些荒謬的例子 所以主席我在這裏 我必須是要回應 剛才陶謹申議員所講 他說呢 如果是通過這條條例 其實是會去除一些殖民地色彩的字眼 這個我是同意的 但是當我們去除殖民地色彩字眼的同事 我們是不是亦都製造了一些漏洞 去產生了一些以前沒有的問題 但是正因為我們通過了這些條例 所以我們自己如果贊成的 就會成為將來問題的一部份 所以主席我是不希望擔當這個角色 我覺得這個法律適應化在軍事提述這裏 裏面是有不少這些細節的地方 是會製造新的問題 所以主席我是重申 我是不能夠贊成這條條例 有沒有其他委員要發言 保安局局長 主席剛才吳委員都提到 現在那些或者是適應之前或者適應之後 他都覺得有些條例是他覺得有問題的 他說應該是用一個修改革法例的原則去做 其實我剛才在我的發言我都說 我們現在的建議純述是一個直接和技術性的修改 亦都是符合各項適應化的原則 並不涉及法律改革和修改 這個是我們修改這條草案的目的 正如我在恢復異讀論時的講過 透過這條條例草案中經修改後的條文 是與回歸前的法律效力相同 故此我們認為有關的適應法的建議 以及它的用詞是恰當的 不可以議員提到刑事項條例中有關 煽惑叛亂或是煽惑離叛這個條文的適應法修訂 認為由於這條條文涉及非常嚴重的罪行 故此並不適宜以適應法的形式的條例草案去處理 而應該與基本法或是第23條的立法公共合一併處理 我必須指出條例草案的建議 即是把英軍成員放棄職責及放棄向呂皇陛下效忠 修訂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人員放棄職責 及放棄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效忠 是完全符合法律適應化的原則 屬直接適應化的修改 有關的建議是沒有擴大或縮減條例的原有或現有的法律效力 完全是符合純粹適應化的原則 我們不同意放棄就該條例進行適應化的修改 亦不認同有關的適應化程序應特別受到阻言 法委員會的大部份委員也同意這兩項適應化 是應該建議立日本的條例草案中 何秀蘭議員提到軍事用地的問題 其實我們在本會不同的立場 我都在這裏回應過 香港的軍事用地根據中英談判 當時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作為軍事用途 何秀蘭議員特別提到三軍會 另外有一個協議 就是回歸前中英兩國政府 有一個國際協議保留三軍會 這個除了軍事用地 這個還要牽涉到兩國一個外交文件 不是說我們要收回它就可以收回它 多謝主席